各位观众大家好 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这个频道的影片中 向大家介绍了很多太阳系中 各种行星和卫星的特别景观 不过太阳系这么广大 当然还有很多值得一看的地方 这里是TopTran频道 应各位观众的热烈要求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太阳系特色景观的最新极景 让我们赶快来看看影片吧 米德撞击坑 惊星 惊星是一个非常难以接近的星球 这颗行星有着密度极高的大气层 人类在上面根本就没有办法呼吸 而且地表的温度高到足以把铅融化 此外 惊星并没有板块移动 不过这个行星好像不时地会经历 非常强烈的火山活动 在那个时候 惊星的大部分表面都会被滚烫的熔岩覆盖着 基于刚刚所提到的那些原因 惊星上面的撞击坑就相对的很少 惊星的撞击坑和地球的撞击坑一样 很快地就会被破坏掉 因为它的大气层具有刺激性 地表也会周期性地完全更换 尽管如此 也被称为几明星的惊星的表面 仍然可以看到很多类似撞击坑的结构 真的是令人惊讶 惊星上最大的撞击坑就是米德撞击坑了 这个巨大的撞击坑是以著名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玛格丽特·米德所命名的 米德撞击坑的直径超过了270公里以上 位置是在塞德纳平原 它比较靠近伊施塔大陆 也就是惊星北半球上最大的地块之一 包围着这个撞击坑的环不是只有一个 如果和其他天体上的类似撞击坑比较起来 米德撞击坑的形状可以算是很不寻常的 包围着这个撞击坑的环不是只有一个 而是内外共两个 外环也没有那么远 这被归类为多环撞击坑 另外撞击坑的周围还可以看到熔岩流出来的痕迹 也因为这样 图片中的那个环看起来就好像着火了一样 形成米德撞击坑的那个小行星 很有可能与消灭地球上恐龙的陨石差不多大 但说不定还要更大 无论如何 即使掉落在金星那极其稠密的大气层之中 这颗小行星却也没有燃烧殆尽 而且它还留下了一个爪痕 这可不会输给那些不断在金星上面的大灾难 如果你已经观看这个频道很久了的话 那么应该知道在很久以前 火星上面曾经存在着河川海洋和湖泊 然而火星的大气层几乎都在后来慢慢地消失 水也逐渐地蒸发了 虽然如此 但据我们所知 目前火星的大部分地形都是由这个水圈产生出来的 在数十亿年前 火星水圈创造出了一个令人惊叹不已的地形特色 也就是梅杜沙曹沟层 这是一条全长超过5000多公里的巨大沟渠综合体 梅杜沙曹沟层向南延伸至阿波里纳山脉 并且毗邻奥林帕斯山 这座山不仅是火星上面最高的山峰 也是太阳系的最高峰 科学家在一开始认为 梅杜沙曹沟层应该是经过火山喷发后而形成的结构 不过后来发现的一些痕迹都表明了 这个地方曾经存在过水 说不定在以前这里是一个大河流域 就像地球上的亚马逊河一样 另外这些沟渠在一开始也有可能是周期性火山喷发而形成的产物 后来则是被淹没了 现在才变成这种沉积层 不管怎么说 塑造出这个地貌的原因应该和水脱不了关系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还是火星的特色景观 盖尔撞击坑的所在处 靠近火星的赤道 它和米德撞击坑有些类似 但年龄可能要更古老一点 科学家们认为盖尔撞击坑应该有38亿年的历史 也就是说 它形成于所谓的晚期重轰炸世界 这个撞击坑的直径大约有154公里 和许多其他撞击坑一样 它的中心处也是隆起来的 这个部分被称为伊奥利亚山 高度大概是5公里左右 乍看之下 盖尔撞击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它并不是一般常见的种类 从典型的撞击坑来看 中央凸起的小山看起来就像是从底部升起来的 并没有山脚 但是伊奥利亚山却是被呈现着裙子状的奇特山丘包围着 我们还可以看到 山坡上有一条走向怪异的沟渠 虽然目前还没有完全地搞清楚 裙状山丘是怎样出现的 不过根据最近的研究表明 这些神秘的小山其实是由沉积岩所构成的 在以前 盖尔撞击坑 可能曾经被这种层积岩完全地填满起来 不过要堆积到如此惊人的数量 至少也需要21年左右的时间吧 也就是说 如果专家的想法没有错的话 在当时火星表面还有水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 盖尔撞击坑一直都是某个湖泊 或者是一个大池塘的底部 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都过了这么久 这个撞击坑却还没有被摧毁呢 会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光以地球的状况来看 也只有少数几个撞击坑已经存在了5亿多年 但是在火星上的残留时间竟然高达4倍之多 木卫三是木星最大的卫星 它也是太阳系中最大的卫星 如果有观众已经看过这张图片的话 应该已经发现有一个巨大的黑色斑点 占据了这颗卫星的大部分表面吧 这片地区被称为加利略地区 它的直径超过了3000公里 当首次发现加利略地区的时候 科学家们都认为它是一个撞击坑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木卫三和一个残留下如此大陨石坑的天体碰撞 照理说一定会被撞得粉身碎骨的 当然在目前已知的案例里面 也有大小相似的物体相互碰撞 而最后却有一个天体幸免于难 举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来说 地球在刚诞生没有多久的时候 就和特伊亚行星相撞 不过那次撞击的事件是两个天体相互擦撞 可是以木卫三的状况来看 如果假设加利略地区是一个陨石坑 那就表示天体之间发生了正面相撞 在这种情况下 木卫三和碰撞的天体应该都会被摧毁才对 事实上加利略地区只不过是木卫三地表最古老的部分 这里是超过41年历史的旧地壳的一部分 而加利略地区周围的明亮部分是在很久之后才形成的 如果要探讨原因的话 很有可能是火山爆发和密集的陨石轰炸 导致熔岩覆盖了加利略地区以外的整个地表 多年一来 加利略地区就像一座岛屿一样 隆起在灼热的熔岩海之上 这种状况就一直持续到熔岩冷却 并形成新的地壳为止 在目前的太阳系里面 除了地球之外 土星的卫星土维6 是唯一拥有发达水圈的天体 不过严格来说 把它称为水圈 其实有点误导人 因为土维6实在是太寒冷了 以至于卫星的表面 无法存在液态水 土维6的海洋和河流 充满了液态的碳氢化合物 例如蚁丸和甲丸 这些物质随着雨水一起落下 然后会蒸发 并以这种模式维持着液体的循环 利吉亚海是土维6两大海洋的其中之一 它的直径约为500公里 虽然比临近的克拉肯海小很多 但还是非常的大 面积也超过了地球上最大的淡水湖 苏碧略湖 以上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 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希望大家都喜欢今天的这支影片 未来当中等收入的人 能够自由享受太空旅行 星际间的飞行网络也足够发达的时候 像土味6海洋这样的景点 一定能够成为最热门的观光目的地之一吧 因为这是在太阳系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现象 也是地球上永远看不到的奇观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 各位可以舒适又安全地在这个频道上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要记得订阅本频道 并帮我们按个赞 另外 也别忘记将影片分享到社交网站上 给你的亲朋好友 另外 如果你有任何感兴趣的主题 也请留言给我们 虽然很舍不得 但又到了暂时说再见的时候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次的影片吧 拜拜 by bwd6